大家好 前面我们已经把握了第一件会计室 会计核算 接下来咱们要继续来把握第二件会计室 会计档案管理 那么这个单元当中 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会计档案 紧接着要把握会计档案在一个单位内部 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从这份会计档案 会计机构把它进行归档 到会计机构把这份档案移交给单位的档案管理机构 以至后续这份档案的利用保管期限 以至我们经过鉴定 会计档案已经达到了销毁条件 那么执行销毁程序把它销毁掉 所以大家会看到 其实中间的第16个考点到第19个考点 就是介绍我们会计档案在一个单位的内部 它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从归档以至最后到销毁 那么会计档案它也有可能跨单位流动 所以就会有最后一个层次 特殊情况下的会计档案处置 好 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来看什么是会计档案 那大家看到首先是会计档案的概念 这个概念不需要一字一句去背 看一遍就行了 谈到会计档案是指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过程中 接收形成的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等 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 看一遍就够了 但是看这一遍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能抓住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是 咱们会计档案主要是在进行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大家看到咱们第二这个内容 谈到各单位预算计划制度等文件 它是文书档案 它不属于会计档案 为什么呀 嗯 运用咱们前面学过的知识自己解释一下 前面我们给大家谈到过预算的问题 计划的问题 制度没有提 但它是同等道理的 A 前面我们讲 预算也好 计划也好 因为它没有涉及资金运动 它没有涉及经济利益交换 它还没有涉及到会计六要素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 所以这些事情它不属于会计核算的范围到 那没有涉及会计核算 形成的对应资料就不应该界定为会计档案咯 所以咱们第一个要抓住 会计档案主要是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形成到 好 那么在概念当中我们应该还能抓住第二个信息 咱们会计档案可以文书图表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展现 那么除了文书图表 其实形式方面我们最主要的是它可以是纸面的档案 一份一份份的这个牛皮纸给它包在一起的纸质的档案可以 那现在咱们也可以是什么电子会计档案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去形成传输 纯储的 所以在展现形式上我们知道可以是纸质的可以是电子的 这是在概念当中咱们要抓住的第二处比较重要信息 好那这样的话咱们什么是会计档案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好看一看能不能做题根据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档案的有 好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这一条线咱们上一讲说了好多遍 咱们经济业务事项发生会有原始凭证 然后通过记账凭证对原始凭证进行归类 然后记账凭证确定会计分录 然后登记会计账簿进一步的要形成财务会计报告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进行会计核算的一个最典型的过程 那么在会计核算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材料当然是属于会计档案 但是年度预算投资计划 紧就预算本身紧就计划本身没有资金运动没有经济利益交换 不涉及会计六要素当中的任何一个要素 这不是会计核算事项不属于会计档案 好 所以这个题我们就选择了ABC 那可能有同学说老师你在这解释了半天 我刚刚翻这页书我就知道了吗 这不写着吗 预算不属于 这是凑巧 咱们这个题正好就针对这个点来出题的 你要考场上人家不写预算的时候 你怎么判断呀 所以我们尽量的不要去死尽硬背 而要理解为什么这些是会计档案 为什么这些不是 如果翻讲一来做题 那就没有价值了 咱们又不是开卷考试 咱们是必卷考试 而且点这么多 你也不可能考前说一天我全部都给他背完 好不聊了 这是咱们第一个点 什么是会计档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 一个单位内部会计档案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先说生 生是会计档案的归档 那么第一个 哪些会计资料应该进行归档 看着好像内容是挺多的 其实一点都不多 会计凭证 人史凭证记账凭证 会计账簿 各种各样的账簿 总账明细账日记账等等 还有我们会形成财务会计报告 各种财务会计报告 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 还有其他的会计资料 以后你初级会计时务学多了 你会经常遇到什么 银行存款的余额调节表 银行对账单 税法一学 你会知道我们会有纳税申报表 然后会计档案 移交有移交清测 保管有保管清测 相毁有相毁清测 相毁之前我们要进行鉴定 所以会有鉴定书 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会计事项形成的资料 那么我们就要进行归答 所以这块没有必要死尽一背 看一遍有个印象就可以 非得再多盯两眼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其他 可能你目前的尝试涵盖不住 这是什么要进行归答 紧接着是电子会计档案 那么电子会计档案第一个掌握的是它的基本归档要求 首先要求你形成的电子会计档案来源应该真实有效 然后是电子计算机来形成和传输的 这是第一个 读一遍就够了 不用背 第二个 使用的会计核算系统是能够准确完整有效的 接收读取电子会计资料 能够输出符合国家标准归档格式的会计评证 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 设定了我们必要的省签程序 那这个我们也是看一遍有个印象就可以 不用死尽一背 第三 使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它会有专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比如说用有系统等等 它会有的 能够有效的接收管理利用电子会计档案 符合电子档案的长期保管要求 并建立了电子会计档案与相关联的 纸质档案之间的检索关系 我有电子档 我有纸质的这个会计档案 那么之间相互的检索关系要建立起来 也是看一下有个印象 第四 能够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创感 我们前面谈到说你要是变造 这是违法行为对不对 那要是形成电子板 它就没有挖补图改这种变造手段了 它可能就是对我们 我们这个电子数据进行篡改的过程 那如果是有电子会计档案的话 应该有有效的措施 防止被原进行变造 那也是简单理解 不用死被 第五 要建立电子会计档案的备份制度 能够有效的防止自然灾害意外事件 人为破坏的影响 这是我们使用电子数据的时候 一个基本尝试 包括咱们做课件 写书啊 小黄老师都是要进行备份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看一遍有个印象就行了 那么归档的基本要求当中 最主要的是第六条 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 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 或者有其他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 也就是实际上电子会计档案 它不能够完全替代纸质的会计档案 咱们有永久保存价值 什么叫有永久保存价值 后面我们会学到哪些会计资料 它是要永久保管 要保管到海枯石烂的 那么那些资料 你不能说我完全是电子档 说我们单位 所有的会计档案都是电子档 那不行的 有些可以是电子档 但是这种有永久保存价值 重要保存价值的 你电子档一份 你纸质还得一份 建立相互的检索关系 这是我们谈到的基本归档要求 前五条基本上是念导一遍就行了 但第六条需要着重关注一下 不管是判断题还是选择题出现 大家要知道 紧接着 如果说允许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我们刚刚讲 有些事不能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起码得有纸板 然后你可以加电子板 对吧 但如果是那些允许仅以电子形式保存的 那要看清楚 这个材料如果是咱们单位内部形成的 那应该是符合归档要求 就可以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对吧 符合前面这六条单位内部形成的 符合前面就六条就仅以电子形式 纸质的 没有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像这种 它就不能只有电子的 对吧 好 第二个 如果我们是从外部接收的 首先你得符合归档要求 其次还要求有电子签名 然后才能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形成电子会计档案 好 那这个第二个 说电子会计档案的基本归档要求 以及仅以电子形式保存的要求 大家适当的关注一下 最主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基本的概念 并不是所有的档案都可以仅以电子形式保存 有的是电子档和纸质档必须同时并存 好 接下去第三 第三这里 归档的责任人是一个重点 我们会计档案 整理例卷 编制保管清测等等 怎么是由答案管理机构来干的吗 答案管理机构负责归档 不得 是单位的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所属机构 来 把我们学过的知识应用一下 如果有单独的财务部 叫单位的会计机构 对吧 没有单独的财务部 那么就是会计人员所属机构 也许就是行政科 反正是我们的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所属机构 按照要求来对这些档案 整理例卷 编制相关的保管清测 我们不仅还得盯凭证 我们还得盯档案 所以咱们会计人员们 这个装钉的能力都特别强 好不说了 接着第四个 归档的时间 非常重要的考点 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 咱们2020年的各种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 账簿等等 在年度终了后 马上丢到单位 档案管理机构那里去 是吗 12月31号赶紧 一垃圾桶扔过去 那不对的 那你财务会计报告怎么编 你那个纳税申报的时候怎么办 后面税法一学 你就知道了 像解锁的税 咱们是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 那还得用到20年的材料啊 所以12月31号 直接一垃圾桶扔过去 肯定是不行的 要临时保管一年 一年过了 21年满了 我们再把20年的材料 移交给档案史 单位的档案管理机构去保管 那有没有可能性说 哎呀我们太忙了 20年出了财务会计报告之后 就就一直没功夫装钉 刚刚不聊吗 你得装钉啊 没功夫装钉 到21年的12月31号 我还没装钉好呢 怎么办 经档案管理机构同意 可以再往下延长 但是最长不超过三年 好 一年 会计机构就要把它往档案管理机构移送 但是确实有障碍 最多可以在我会计机构这里放多长时间 三年 临时保管一年 最多可以达到三年 那我们这些档案放在会计管理机构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清楚 出纳人员能不能去管它 出纳不能兼任机构 会计答案保管 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四类账目的登记工作 前面我们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考点 要求大家背的 背住了没有 没有 现场再背一遍 出纳人员不得监管 机构会计答案管理 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这条要非常非常溜的 这是前面我们学过的一个点 再给你关联一个点 谈到保管会计档案的时候 那么在会计机构保管会计档案 这是一个会计工作岗位 如果说你到档案管理机构去保管 各种各样的档案 包括会计档案在内 那么那个岗位不属于会计工作岗位 好那这块大家需要把它把握好 看一下我们的小例题 根据规定 单位会计管理机构临时保管会计档案的最长期限不能超过 一般是一年 但最长 人家问的是最长 最长可以达到三年 所以这个题选择了逆选项 好 这是咱们归档 紧接着会计档案移交 咱们先说移交给谁吧 是财务部经理移交给小出纳 不是 出纳本来就不能负责会计档案保管 咱们是会计机构 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好 归档好了 一把一把弄好了 编制好会计档案的移交清策 然后把会计档案移交给档案管理机构 从财务部移交给档案室 移交是在说这个过程 不是从这个办公桌挪到那个办公桌的过程 是从财务部从这个办公室移交到档案室那个办公室去 好 先理解移交这个词 那么如果是纸质的档案 移交的时候要保持圆圈的封装 你看 要在会计机构这里装好 该加封面加封面 该打孔打孔 该穿线穿线 装好 而且这个圆圈封装移交过去 你不是把它拆了 然后落成一落拿过去 保持圆圈的封装 只知道 那要是电子档呢 电子档我们讲究两个移并加四性 两个移并加四性 这个也是经常涉及到 两个移并在说什么呢 电子档我们需要把它的原数据移并移交过去 格式要符合有关规定 第二个移并 如果你这个电子会计档案 它是特殊格式的 不是一般的软件就能打得开的 那么你需要把读取平台移并移交 这个大家懂吧 我们偶尔的下个什么新奇的文件 哟 拿Word打不开 拿PDF打不开 那得干啥呀 你问 哦 原来得下载那么多软件才能打开 你可以这么想吗 那我们如果是类似这种电子会计档案的话 你就不仅仅把这个文件考过去了 你得把这个软件所谓的读取平台移并移交 所以两个移并 一是原数据移并移交 二是读取平台移并移交 那会计机构移交过去 档案管理机构在接收的时候 能这样说来U盘放那搞定 我都不沾手 小会计把U盘放那 放在价值上搞定 行吗 不行 接收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亲自的检测 是否符合四性的要求 电子会计档案 它是准确的 它是完整的 别说打开一看 呦 后半脚儿没了 第三 它是可用的 你得打得开呀 第四 里头有没有误吗 安全性的问题 四性 准确性 完整性 可用性 安全性 档案管理机构检测完毕 的确四性都满足才可以接收 所以纸质要保持圆券封装 电子要两个一并加四性检测 然后才是符合规定的 这个要把我清除 好 这是我们移交 那如果说档案移交到了档案管理机构之后 后续的利用还可不可以 说到二三年的时候 想查查20年当时有一笔账 当时有一个凭证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能不能去档案室那里看一看 可以利用 但是利用手续是要非常严格的 查阅 复制 借出 都要进行登记手续 会计人员去查 去复印 去借出来 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履行登记手续 因为我们要严防档案被篡改损坏 然后会计档案的借用单位 不管是人事部去借用 不管是纪检部门去借用 还是会计机构自己去借用 妥善保管和利用介入的会计档案 确保借入的会计档案完整安全在规定时间内归还 借的人也要负责任 就这么一个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会不会做题 单位档案管理机构在接收电子会计档案的时候 应该对电子档案进行检测 检测什么 4信 没有木码 对的 准确的一打开就一看 1加2 这答案怎么等于4 那肯定出麻烦了 3打得开到 4不是只有半截 所以4信 这个可用完整准确安全4信要检测 这个题选择ABCD 好 那紧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会计档案的最低保管期限 这样说的是最低 说这份会计档案应该保管10年 没人说10年到了 立马得相毁 没有啊 你可以多保管一点时间 但最起码是保管10年的时间 你要保管8年就把它相毁了 这是违法的 好 那先理解 这里说的是最低保管期限 那我们的这个最低保管期限 它有永久和定期两种 永久保管就是要保管到海枯石了 永久保管 那你就不能仅以电子形式 必须要有纸质 这是我们讲过的点 对吧 然后我们讲定期保管的话 它有两种期限 第一种期限是10年 第二种期限是30年 其实一会儿学完了 你会说 小黄老师你这句话说的不严谨 因为有一种很特殊的是保管5年 好 那一般是10年30年 然后这10年30年 从哪算起呢 从会计年度中疗后的第一天算起 咱们会计年度是1月1到12月31 这个年度就中疗 中疗后的第一天算起 那不是隔年的1月1号咯 好 但是大家说的这个保管5年 它的起点跟一般情况不一样 不是从会计年度中疗第一天算起到 待会儿你会看到 它的起算点和长度都比较特别 单独计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第一个点 那么第一个点 它是两种考察方式 第一种考察方式 就这个会计年度中疗后的第一天算起 来设置判断题 你要知道 不是这份会计档案归档之日起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不是这个会计档案送到档案室 那天来算保管多长时间 你比如说20年的会计档案 有可能会计机构是 22年的6月1号 来 20年的会计档案 会计机构是22年的6月1号6月2童节 送到档案管理室的 那么首先第一件事情 这个做法合不合法 20年的会计档案 在会计机构可以临时保管一年 本来应该是21年12月31号之前移交 但是确实有必要经档案管理机构同意 可以最长保管到三年 对不对 所以这个22年6月1号去移交档案管理机构 有可能是合法的 这是第一件事 我们刚刚学到过的 第二件事 我档案管理机构接收了这份材料 说这个要保管10年 那这10年从哪算呀 是从22年的6月1号加10年吗 从22年6月1号加10年吗 不是 从会计年度中疗后的第一天算起 那会计年度是20年度 对吧 这是20年度的会计档案吗 应该是从20年度结束后 21年的1月1号开始来计算10年的时间 这个是对的 我讲清楚了没有 不是从档案管理机构那里接收加10年 是从年度中疗 21年1月1号开始来计算这10年的保管期限 这是第一种考察方式 第二种考察方式就是 当我们讲下列各项中应该定期保管的 下列各项中应该定期保管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管你是应该保管10年还是30年都是定期保管 对吧 只要不是永久保管就都应该选 要看得懂这个提问方式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会计档案它的最低保管期限的具体规定 那如果同学们手上有教材应该是有事业单位的 然后企业就怎么怎么办 列了好多表 然后全是数字啊 满眼的数字啊 这用背吗 实话讲 得背 因为我们考啊 那怎么办呀 我想呢 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 咱就不管了 咱主要管的是什么 是企业 企业会计档案它的保管期限 那么这些保管期限怎么记 我给大家编了一个小口诀 你可以发明更好的口诀介绍给小黄老师 我呢 就这样一个小口诀来帮大家记 第一句口诀叫做 账正交情三十年 账是会计账簿 账是咱们的会计评证 甭管你原始评证还是记账评证 好 有些同学这个词分不清楚 咱们会计评证 起码是俩吧 一个叫做原始评证 一个叫做记账评证 没有特别强调 仅限原始评证 就说会计评证 应该是原始评证 记账评证都属于会计评证 对吧 好 各种各样的账簿 各种各样的会计评证 账簿和评证 哇 好朋友 交情特别深 他们有多少年的交情 三十年的交情 那么这个地方 交情实际上在说什么 移交清测 好 第一句话 表面的含义是 阿障和阿正 他俩是哥们 交情特别深 三十年的交情 发小 对吧 但是本质上是在说 会计账簿 会计评证 会计答案的移交清测 要保管多少年 三十年 不信 不信你自己看表 首先 会计账簿 账账账账 有一个小例外 固定资产卡片 待会第二句会谈到 这个小例外不看 账是不是都是三十年 正呢 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 是不是也是要求最低保管三十年 账正交情 移交清测 是不是也是要求保管三十年 好 第一句口诀没错了 账正是发小 交情三十年 紧接着 有一个顽固的小姿 顽固的小姿 小姑娘很漂亮 喜欢拍照 在那里摆 摆扑斯浪费表情 等了五年都没人给他拍照 好 这句话能理解了吗 表面的意思就是 有个特别美的 顽固的小姿 天天在那里摆好pose 浪费表情 等人拍照 五年了都没人给他拍 叫雇资费情后五年 在讲什么 讲我们账当中 固定资产卡片 它是报废清理后 保管五年 它不是快几年度 中疗后保管 对吧 七点不同 然后它不是十年三十年 它是五年 所以是固资费清后五年 这句话懂了吧 再来 第三句 月记 月记是一种花 月记这半年来 时不时的就跟这个闺蜜们吐槽 哎呀 表达一下自己最近真的是太孤单了 叫月记半年时表单 时其实是什么 是十年的意思 那这句话是在说 月报 记报 半年报 各种各样名字里头 带表 带单的 保管时间是十年 月记半年时表单 看小黄老师说错了没有啊 来看 月报 记报 半年报 保管十年 月记 这半年来 时不时的 表达孤单 纳税申报表 一个行 存款余额 调节表 各种表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单 这个银行对对账单 是不是这个表格里头 各种表 各种单 我们是保管十年 剩下的呢 剩下的要保管到海枯石辣 其他是保管海枯到石辣 所以你只要掐指一算 不属于账政交情三十年 不属于雇资费勤后五年 也不属于月记半年十表单 年度曹会计报告 勇敢的讲海枯石辣 什么保管清策 海枯石辣 销毁清策 海枯石辣 只有交情 一交清策是三十年 还有会计答案鉴定意见书 听都没听过 海枯石辣 好 这句口诀我说清楚了啊 账政交情三十年 雇资费勤后五年 月记半年十表单 其他海枯到石辣 来做题 根据规定 下来会计档案 应该海枯石辣保管的 年度曹会计报告 懵的 纳税申报表 月记半年十表单 这个应该是十年 月记半年 这个也是十年 会计档案销毁清策 要是交清 一交清策 是三年 对吧 这个也是懵的 所有 投三句没有行干 你觉得是懵的 他就海枯石了 所以这个题要选择 A、D两个选项 B、C是保管十年的 再来 下列档案 最低保管期限是十年的 月记半年十表单 月记半年十表单 呦 只有一个单 这是保管十年 选D 那A、B、C呢 A、B、C B、C不是账吗 A不是正吗 账正交情 是三十年了 好 所以这个题选D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借助小口诀 把会计档案保管期限 做了一个记忆 当然你可以发明更好的办法 记得告诉我一下 好 那接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会计档案的鉴定和销毁 首先是鉴定 单位要定期对 已经到保管期限的会计档案 进行鉴定 形成会计档案的鉴定意见书 如果鉴定过程中认为 这份档案还是有继续保存必要的 那么应该重新给它划定保管期限 对于保管期满 却无保存价值的 才可以相毁 那么这句话 首先第一个 你要相毁的会计档案 应该是保管期满 如果是那种永久保管 还枯到实烂的 它能相毁吗 不能销毁 不能销毁 不能仅仅电子形式保存 对吧 所以第一个 你首先前提得是 十年三十年五年的保管期限 借满 第二 得确无保存价值啊 那如果说 这份会计档案 虽然期满 但是它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它是一个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涉及到的 或者它是有未了事项的 那有保存价值 你不能把它销毁 你得单独抽出例卷 一直到相关的事项都结束为止 单独抽抽出例卷 其他的档案都销毁了 这些得留下来 单独抽出例卷 并且你销毁的这个清策 会计档案保管清策后 会计档案的鉴定意见书里应该表明 哪些我并没有销 当时没有销毁给它留下来了 好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大题小题都考 会计档案 一 得保管到保管期限 二 得不涉及各种味料 确无保存价值 才可以进行销毁 那么销毁工作应该怎么干啊 档案管理机构派小王去点把火就行了 首先档案管理机构牵头 这个没错 因为这个好几十年的档案 就在档案室里放着 后面是他们在负责保管义务 但是不能他自己点把火就销毁了 咱们教过大家 一人为私 二人为公 你敲敲一个部门就销毁了 很容易出现故障的 所以呢 我们要联合 最起码这些答案是从会计机构来的 然后呢 审计 纪检监察 这种监督他们的机构 也是要参与到销毁工作当中来 当管理机构牵头 会计审计 纪检部门 共同来进行 好 这是 会计档案 鉴定的一个过程 然后紧接着 如果说确实可以销毁了 我们要编制销毁清策 请问 会计答案的销毁清策 保管多长时间 掐指一算 战政交情 三十年 顾资费情 后年 月计 半年 十表单 都没有涉及到 那这个要保管 永久 海枯 到十了 好 那么 那销毁清策 是桑毁清策是档案管理机构编导 那么单位负责人 档案管理机构和会计管理机构 两个机构的经办人和负责人 要在销毁清策上签署意见 这个签署意见的问题非常重要 大头和俩机构的 这个应该算三头和具体办事的人员 签署意见 然后有人得去监督 如果是纸质的会计档案销毁 那就是档案管理机构 会计管理机构派员监销 如果是电子档案销毁 在两机构的基础上 加上信息系统管理机构派员监销 那么监销人 需要按照销毁清策所列的内容进行清点核对 因为里头有一些有未了事项 我们要抽出单独利卷对不对 清策里的列哪些可以销毁 哪些没有销毁 单独利卷继续保管了 那么他要清点核对 核对完毕销毁完之后 监销人是要负责的 你要数清楚 别把不应该烧的烧掉了 所以要在清策上签名或者盖章 那我们会看到 大头俩机构的三头 加上具体办事的人签署意见 来监销的人 他得签名或者盖章 签名也行 盖章也行 好 那这个是相会清策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例题 根据规定 下列机构中属于单位会计档案 鉴定工作的签头机构的 应该是档案管理机构签头 组织会计审计极简一起来做 选择C选项 紧接着 答案销毁之后 监销人应该签名何改章 这不是一个字的问题 这是根本的操作不同的问题 我们说在我们考试范围内 要求这个赞人签名何改章的 只有财报 财报法定主体 今年改了应该是签名何改章 其他的都是签名或者改章 所以这勇敢的打差 好 这是我们谈到 在单位内部会计档案 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谈特殊情况下 会计档案的处置了 有可能跨单位移动 内容比较杂 偶尔还是考的 那么会计档案 原则上是能不动不动 你记住 能不动就不要动它 非得动才进行跨单位移动 所以大家来看 单位分立 分立后原单位存续的 说的是这个A 把它分立为A和B A长太胖了 分支胳膊回去 出去单独立一个 这种分立 是不是原单位在分立之后 是存续的 那会计档案不进行移交 应该由A继续保管 能不挪就不挪 那么如果B有需要 它可以来查阅复制相关的会计档案 好 紧接着第二个 如果单位分立后 原单位解散 这种是什么 A长胖了之后 分立成甲和乙了 A消失了 一掰两半变成甲和乙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就必须转给 要么转给甲 要么转给乙 对不对 因为A自己没了呀 所以就由甲乙协商后 一方带管 或者进行其他的处置 那么另一方呢 可以进行复制 相关查阅复制相关的会计档案 原则上是会计档案 我们不进行这种拆分 因为大伙知道了 一拆可能整个面目就全非了 就不能反映我们经济业务事项的全貌了 所以我们是确实A没了 那么就是其中一方来进行带管 另一方有查阅和复制的权利 好 但是不管是第一种情况 还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其中有未结清的相关事项设计的凭证 应该是单独拿出来 由业务相关方去保存 为什么 我们说能不动就不动啊 但是人家这事还没有了结 后来这个必要接着干 后来这个已要接着干 那你只能是把这个未结清的凭证交给他 办理交接手续 然后他却好去后续的完成整个事项的会计核算 所以能不动就不动 非得动的话 我们也可以动 好 接下去 业务移交 单位 因为业务移交其他单位 办理这个会计档案的交接 我们看一下 说本来这项业务是A单位在干的 现在由B单位来干 原则上是能不动就不动 所以之前的那些档案应该是A单位继续来保管 可是如果有未结清事项设计的品种 那你只能拿出来 然后由B单位去保管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 这个项目原来是我A干的 所以当时的那些会计品种 我自己接着管就行了 而又不涉及你后续的 我接着管就行了 但如果你涉及后续的 那我就把这个转移给B B接着去进行处理就行 所以能不动就不动 好 单位合并 单位合并后 原各方解散 或者一方存续其他各方解散 这是什么 说A和B合并为解 这种情况下叫 原单位都解散了 都没了 那你说这个会计答案谁保管 肯定是假呀 然后如果是A和B合并在一起 变出来一个大A 大鱼吃小鱼的过程 B没了 那B的会计答案怎么办 A保管呢 是吧 两个小鱼合成一只大鱼 大鱼保管 大鱼吃小鱼 大鱼保管小鱼的会计答案 大鱼自己的会计答案 接而保管 对吧 但我们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个A加B加C 合并在一起之后 ABC还是存续的 也就是 它其实不是融合为一个主体 他们这捆成兄弟了 变成一个集团了 那既然A加B只是捆成兄弟 各自还是存续的 那就各保管各的呗 所以仍然遵循 能不动就不动的基本原则 好 接下来 建设单位项目建设的会计答案交接 我是给他负责施工的 那么施工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的会计答案 有些是不需要移交的 有些需要移交给建设项目的接收单位 那么就是办理财务决算之后进行移交 设计的可以移交 好 前面我们谈到的是 会计档案是否需要在单位之间进行移交的问题 那么紧接着 如果档案需要在单位之间进行移交 那么怎么来进行交接 第一个 需要编制会计档案的移交清测 那么在这里提一个问题 会计档案的移交清测 最低保管期限是多长 讲企业的 账政交情30年 移交清测 最低保管30年的时间 这是第一 第二 交接会计档案的时候 交接双方应该按照会计档案移交清测 所列的内容去逐项的交接 然后要双方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来负责监督 好 这个点经常会跟会计人员工作交接去混淆 会计人员工作交接我们说是什么 一般的小兵交接三头尖交 三头交接大头尖交 对吧 还记得吧 但这儿我们讲的是什么 是这份会计档案在单位之间进行交接 所以咱们是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来负责监督 谈不当 是这个三头大头这样的一个区分 统一的 因为就是单位之间的嘛 所以就是有关负责人负责监交就完了 好 交接完毕 是双方的经办人和这个监督人 双方都有经办人和监督人 四个人要进行移交清测上的签名或者盖章 没有说何盖章啊 或者盖章 如果移交的是电子会计档案 两个一并加四性 原数据要一并移交 读取平台要一并移交 接收单位要检测会计档案 准确完整可用安全 准确完整可用安全 然后你才能接收 好 这是咱们单位之间会计档案的交接手续 看一下这个小例题 说单位之间会计档案交接完毕 双方的谁谁要在上面签名或者盖章 我们说四个人对不对 双方的经办人 和监督人 你要是两个会计人员之间的交接 其实是三个人签章 对吧 俩小兵交接 三头去监交 两个三头交接 大头去监交 那是三个人 但单位之间会计档案的交接 我们是双方都有经办人 双方都有监督人 其实他本质上是四个人 所以这两个点老混 区分一下 好 接下去 单位合并后 一方程序 其他方解散 那就是甲 加以 变成 大甲的过程 那么单位应该怎么办 会计档案有甲来继续保管 所以我们是打勾处理 好 三四 单位之间交接会计档案 要办理相关手续 包括电子档 两个一臂 好 然后单位有关负责人 负责监督 对到 交接双方和监督人 要签名或者盖章 对到 接收单位 应该对保存的载体技术环境 进行检验 保证四性达标了 才可以 交接 这是对的呀 所以ABCD全选 好 谈到这个地方 咱们第二件会计式 会计档案保管 就全部介绍完毕了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首先 咱们会区分 会计档案和文书档案了 像预算计划制度 这种完全不涉及 会计核算的事项 形成的对应文件材料 不属于会计档案 是一般的文书档案 咱们会计档案 主要还是在 会计核算的过程中形成的 紧接着 如果是会计档案了 应该由会计机构负责归档 财务部负责装定好 那么在会计机构这里 会计档案可以临时保管一年 会计年度终了至起 一年的临时保管期限 却有必要经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人同意 可以最长保管到三年的时间 但是在财务部这里保管这些会计档案 这个岗位属于会计工作岗位 但是出纳不能兼任会计档案的保管 好 记下去 会计档案从会计机构移交到单位的档案管理机构 档案管理机构保管会计档案的岗位 不属于会计工作岗位 那么移交的时候 纸质档保持原券封装 电子档移交是两个移并 原数据移并移交 有特殊读取平台 特殊读取平台移并移交 接收方 档案管理机构要检测四性 准确完整安全可用 四性满足才可以接收 那么在档案管理机构那里 保管多长时间 首先起算点非常特别 不是档案管理机构接收支起 而是会计年度中了的第二天算起 哪一年度的资料 从那个年度中了的第二天算起 保管多长时间 借助咱们介绍的小口诀来解决 账政交情30年 然后雇资费情后5年 月计半年10表单 其他的就是海枯道10辣 好 紧接着 如果保管期限 纪码要经鉴定 确无保存价值 没有未了事项才可以销毁 销毁要边销毁清策 然后我们的这个单位负责人 会计机构答案管理机构的 负责人经办人要签署意见 纸质党是两方监销 电子党是三方监销 监销人要清点核对 然后还要在销毁清策上签章 好 这是重生到死 然后单位之间移交 一般我们是能不移交就不移交的 这个会计答案能不动就不动 原单位保管 确实涉及到未了事项 那我们要移交业务相关方 紧接着 单位之间在移交会计答案的时候 要有移交清策 账正交情 30年移交清策 然后移交清策上面 我们有签章的要求 那是怎么两个单位 具体的经办人员 以及有关的负责人 然后移交 照样如果涉及电子党 两个移并 原数据移并移交 特殊读取平台一并移交 接收单位要检测 准确完整安全可用 私信 然后才可以接收 前面我们已经把握了 两件会计室 会计核算 会计答案保管 接下来咱们进一步来看 第三件会计室 会计监督 那么会计监督的内容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分清楚 咱们三种会计监督 一种是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一种是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还有一个是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 好 那黑板上其实隐藏着一道多项选择题 会计监督包括三类监督 单位内部的政府的社会的 好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的是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那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如果凭尝试 是不是就是单位内部机构监督单位自己 或者是单位的某些监督机构 监督那个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好 你的尝试是怎么来推的 跟我们准确的定义配不配得上 如果配不上 那说明这个考点太有考的价值了 来我们来看 什么叫做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呢 他讲的是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这是主体 监督咱们本单位的经济活动 这是对象 监督本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合理有效 跟咱想的不一样吧 咱把人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当监督对象了吧 实际上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是在讲 人家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监督咱们单位的经济活动 所以吧 这里跟尝试它是相违背的 所以经常在这里要给你出题目 判断题也好 小选择题也好 重点的关注好 单位内部会计监督是人家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监督单位的经济活动 不是我们去监督他 是他来监督我们 人家才是监督主体 好 非常容易出错道 然后紧接着 咱问单位内部有很多很多的监督 你说极简部门监督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也好 监督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好 算不算单位内部的监督啊 算呀 还有像我们公司有监视会 监视会监督董事会 监督高管监督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算不算单位内部的监督 也算 但是这叫单位内部的监督 不叫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一定要认清楚 一定要认清楚单位内部监督有很多很多种 极简部门监督监事部门的监督等等等等 而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是其中的一种特指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来监督本单位的经济活动 这个概念一定要把握准跟咱猜的完全不同 好这个点出题还是蛮多的 说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的对象是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X是本单位的经济活动那打勾 再来属于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是 内部会计监督的主体只能选择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你说纪检部门对单位各个部门的监督算内部监督吗 算算内部监督不算内部会计监督听懂了吗 债权人监督那是外部监督的事情 这个是CD 好紧接着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要满足下列的要求 这个要求可以出很机械的文字性的选择题 但是呢风险不高我们简单看一下 首先是要求记账人员和经济业务事项 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经办人员财务保管人员的职责明确 相互分离制约 那后面我们会谈到不相容职务分离的问题 其实两个是本质含义是一致的 第二对重大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金调度 和其他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执行 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程序要明确 第三财产清查的范围期限组织程序要明确 另外呢对会计资料进行定期的内部审计的办法和程序 是要明确的 好这个是对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提出的基本要求 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第三第三是我们发现问题怎么处理 其实前面我们已经学过一个处理的问题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谈到有一小孩拿发票来报 拿原始凭证来报 那我们要审核原始凭证 如果你发现这个原始凭证 它只是不准确不完整 小孩没有恶意 那要求他去把它更正准确了 一把更正准确了我们才接收 如果你发现这个凭证 它是合法性的问题 小孩是虚构的发票来假报销的 那么这事不仅不给他报销 还要报告单位负责人去进行后续处理 对吧 前面已经学过 咱们发现原始凭证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那在这里其实道理是相通的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在内部会计监督的过程中发现 账簿记录和有关的实物款项不一致 如果是有权自行处理的 你比如说这是合理的损耗 有一些小差额 我们会计是可以把它处理掉的 及时处理 如果这个是无权处理的 应该是单位负责人报告 这不是正常的损耗 是可能有人偷有人抢 保管的时候有重大过失了 这个是向单位负责人报告 然后单位负责人是要保证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不能受益指使强力 办理违法事项 那如果受益指使强力 后面我们有法律责任的 好 接下去第四个 不相容职务的分离控制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咱们内部控制措施有很多 其中不相容职务分离 是咱们经济法基础这里 最核心的一个点 要盯住 业务经办和谁要分离 业务经办跟授权批准要分离 批准有买电脑和具体去办买电脑这个事 如果同意有人可能就出麻烦了 会作弊会舞弊 所以要分离 买电脑的人和回来进行会计记录的人 要分离 否则可能买杀 记俩 一个揣自己兜里 对吧 还有 业务经办和机核检查的要分离 买杀 别人来给你机核是不是杀 你要自己买杀 自己数杀 看着二数成杀 可能也是有问题吧 好 所以业务经办 跟授权批准会计记录和机核检查 是不相容职务 一定要分离 而除此呢 还提到会计记录和财产保管 不相容 授权批准和监督检查 不相容 那么这一页PPT 关于不相容职务 使劲的看清楚 第一 第二 我们还要联系 前面讲过不相容职务 出纳的不相容职务是什么 出纳不能监管机核 不能监管会计答案保管 不能监管四类账目 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 所以咱们这个出纳跟谁不相容 其实本质上也是不相容职务的一考察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内部监督 看一下我们这个例题 问属于不相容职务的 业务经办和机核检查 我买的 我自己来机核 来数数看是不是三台 那这个是不相容的吧 会计记录和财产保管 这个是不相容的 明明看着呢 只剩下保管的只剩下三台了 我还在这记四台 那麻烦了 务必了 授权批准和监督检查 授权批准和监督检查 也是不相容职务 业务经办和会计记录 也是不相容职务 所以这个题目ABCD要全选 好 这是内部会计监督 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那这个政府指的是谁 是我们前面第一章讲这个人民政府吗 不是啊 是政府部门的意思 最主要的一个政府部门就是财政部门 但是并不仅限于财政部门 审计税务 人民银行证券监管 保险监管等等 也有可能对单位的会计资料实施检查 所以政府监督 财政部门只是主要部门 主体的问题 那财政部门对各单位进行会计监督的时候 它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否有依法设立账簿 其次各种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完整 再次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然后具体的人员是否资格够 能力够遵守职业道德 了解就可以 然后财政部门对单位的账户 它是查询权 这是一个出题点 它只能查 财政部门能说我要冻结账户吗 没有说它有这个权利 能说我要划扣单位的这个账户里的款项吗 没有 它是查询权 一定要盯住 检查过程中 窒息的一些商业秘密 我们要进行保密 这个很简单 好 我们看有关的题目 项链属于政府监督的 个人检举 不是 待会你会知道它是社会监督 会计事务所 这个也是社会监督 单位内部会计机构 审核自己的账簿 这是内部监督 D这个就是政府监督了 很好解决这个点 然后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最主要的是 注册会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事务所 来对有关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审计 出具审计报告 这是最主要的一种社会监督 那么注册会计师 我们中国注册会计师就简称CPA 那CPA和所在所进行审计 好顺便给大家补一点点 不是咱们考试的知识 咱们考初级会计职称也好 中级会计职称也好 这是会计职称 未来如果有机会 大家可以考虑考注册会计师 你比如学完初级之后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CPA税法 努把力也许就能考过了 那么CPA注册会计师 中国的注册会计师简称CPA 那么CPA干什么 他跟你会计一样记账了吗 不是 我们把它叫做经济警察 他负责给单位的财务会计报告 进行审计 出审计报告 他比较牛 有机会一定去了解一下这个考试 不多说了 那会计事务所 它监督属于是社会监督 除此之外 任何的单位个人 发现有会计违法行为进行检举 也是一种社会监督的范畴 好 所以我们考哪个属于社会监督的时候 A 是财政局 这个叫做政府监督 假公司的纪检部门查自己的会计账簿 这是内部的监督 虽然不是内部会计监督 但它是内部监督 不是外部的 自个儿的纪检部门叫社会 那肯定不是 税务局的检查 政府监督 所以D选项 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 选D 好第二个 咱们说CPA是出审计报告的 跟你那财务会计报告不一样 那我们前面讲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什么的时候 经常拿审计报告去混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 不用背 你就知道这俩事 你看我这是被监督的财务会计报告 然后他来审计 他出一审计报告 这不是监督的文件吗 被监督的和监督的文件 它当然不一样 然后我们审计的时候 委托方要如实的提供各种各样的凭证 供他检查 供他审计 任何单位是不能够要求注册会计师 出具不时不当的审计报告的 虽然是你花钱请CPA来给你审计 但你不能指挥他 好 那审计报告审计完毕之后 初级这里我们就简单知道 没有任何毛病 就无保留一件审计报告 心里大石头落下了 没毛病 有时候有些需要说明一下的事情 可能会给你带强调事项段 或者会有其他的事项段 但是本质上没毛病 这是个好人 但是长得不够帅 带强调断的无保留意见 然后我们有保留意见 是好人坏人 我不表态 或者干脆说是坏人 或者我无法判断 他到底是好人坏人 好 那我们初级呢 就把握这个图里面 意见的类型就行了 完全的无保留意见 或者带着强调断 或其他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 或者保留否定无法表示意见 这种最干净心里大石头放下了 这种要看他 要说我长得不够帅的话 这个小毛病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事项 然后如果保留否定 无法表示意见 这事儿就大了 就这么着 有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 因为审计的问题 我们在CPA当中是一整门课 书这么厚 五六百页纸 慢慢学吧 以后有机会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会计监督 这个单元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非常清楚 主要就是考 能不能给我区分清楚 这是内部 政府 还是社会 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是会计机构会计人员 监督本单位的经济活动 不是极简部门监督财务部 政府监督不仅包括财政局 财政审计税务 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监管 都有可能实施政府监督 然后社会监督是CPA级所在所 出具审计报告 或者任何单位个人进行检举 这道题一定是会涉及到的 在此基础上 加上不相容职务 它的一个记忆背诵 以及财政部门对账户只有查询权 没有冻结和划扣的权限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第三件会计室 会计监督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来 我们学了三件会计室 哪三件 会计核算 会计答案保管 还有会计监督 第二个部分全部结束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部分 会计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 那会计法律责任这里 我就不给大家画什么框架图之类的了 因为内容比较简单 咱们过一下就可以 首先呢 是会计法律制度 它的构成 像会计法 我在讲变化的时候给大家提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出的 法律 非基本法律 然后我们会有 国务院出的 总会计师条例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 这叫行政法规 还有我们谈会计工作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这是财政部出的 部门规章 除此之外 企业会计准则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这些都是属于部门规章 好 所以这个点相当于是 把我们会计人员有关的一些 从法律行政法规到部门规章 给大家做了个劣势 那么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 不用在这死背 说哪个哪个是部门规章 不用 好 会计法律制度适用的范围 不管你是国家机关 还是一般的企事业单位 都是适用会计法的规定的 然后要考虑 咱们遵守我们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的各项要求 了解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就要谈违反 相关规定的责任 那么违反什么 如果是违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这种行为性质比较轻 比如说不依法设账 私设会计账簿 或者是随便更处理方法 这个我不给大家念了 您自己看就比较轻的一些 违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行为的 那么在处理的时候 对单位是三千以上五万以下的罚款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是两千以上两万以下的罚款 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要给予相关的行政处分 好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违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一般的违法行为 不够成犯罪的情况下给行政处罚 最主要的行政处罚是罚款 这个罚款额度 看运气啊 我们还真有提就考过 那这个地方是单位三千到五万 个人是两千到两万 起点是千 终点是万 这是规律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同学变了一小口诀 特别好 你可以记一记啊 我们一步一步记 待会再给他归纳 像这个点就是违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一般违法行为 他说三五 三五是删我的意思 三千 我是五万 删我 删了吗 一个是两千 一个是两万 记住没有 这是第一句口诀 这是不够成犯罪的情况下 那够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然后有上述锁裂情形之一 情节严重的 那五年内不得从事会计工作 进入规定 我们前面给他谈到过 不够成犯罪情节严重的 五年内不能从事会计工作 紧接着是未变须 还记得吗 我们介绍过这句口诀 未变须已故乡 所以接下来是未变须 伪造 变造 编制 虚假行为 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的行为 以及他的责任 那未变须 如果构成犯罪 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不构成犯罪的 对单位除五千到十万 对个人除三千到五万 照样这个罚款的额度 有可能会涉及到 它是起点签 终点万 五千到十万 五和十 无事 五和十 五千到十万 无事 对个人是三千到五万 三到五又是身我 真是呀 前面说 找人 找人 找人删他 删我 接着说什么 无事删我 五千到十万 然后三千到五万 还比较好记吧 然后如果是国家公务员的 可能要处分 涉及到 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有五年的 从事会计工作的进入期 这个好说 你看 真的是会考你这个 点的 说根据规定 对上不构成犯罪的伪造 变造 未变需的 未变 行为需要承担的行政罚款 下来说法 正确的是 口诀呀 无事删我呀 单位是无事 单位是无事的话 无事都错了 个人是删我 三千到五万 那应该是 必选项是正确的 小口诀的作用 好 这个题 伪造 变造 会计评证 会计账簿 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它是五年内进入 选择A选项 构成犯罪是终身进入 前面我们谈到过 好 前面是未变需 接着我们要 隐固乡 隐秘 故意销毁 会计评证 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资料 那么构成犯罪 追究刑事责任 具体的刑事责任 我想是不用背的 但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照样会涉及到罚款额度 又是单位 五千到十万 个人 是三千到五万 无事删我 还有涉及国家工作人员 行政处分 不构成犯罪的 那五年内不从事 会计工作 所以我们说 未变需 隐固乡 这是一六 都是无事删我 这个口诀去解决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根据规定 下列属于违法行为的 那这个题简单 甭管是指使 变造 隐秘 拒绝接受 金额错误的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 金额错误 是不应该接受啊 但前面那几个 属于违法行为 ABC 好 终身进入 我们就是 写在这个地方 强调一下 刚才那些五年 情节严重 五年进入 或者没有情节严入 只要未变需 隐固乡 就五年进入的 那是不构成犯罪 如果是构成犯罪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那我们是终身 不能再重视会计工作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涉及过判断题 被追究过刑事责任 终身 不能再重视会计工作 打勾 好 记下去 领导 前面那几种 甭管是一般违法 还是未变趋引故乡 是我们小兵 现在讲领导 领导 你要受益 指使 强令 从事违法行为的 那么构成犯罪 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的 五千到五万的罚款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要依法行政处犯 五千到五万的罚款 前面让人家无视 就去删他 那可不就五千到五万的这个过程了吗 把口诀咱接上 然后这个领导还有可能对这些小兵进行打击报复 那打击报复行为 构成犯罪 刑事责任 不构成犯罪 处分 然后需要给被打击的人 恢复名誉 职务和级别 但没有提到罚款 好 我们来看看 法律责任是天底下最难被的了 特别是考罚款额度 那这个罚款额度怎么计呢 首先我们讲 它是两个层次 小兵的违法行为 和领导的违法行为 小兵的违法行为 是三种 一个是一般的违反准则的行为 一个呢是未便须 还有一个是隐固香 那如果你把未便须 和隐固香 这两句口诀放在一起 也是可以的吧 好 这是小兵 然后领导呢 领导是两种行为 一种是要受益 指使强力 让别人干坏事去 一个是他不听话 不听话要进行打击报复 好 那我们法款额度上 小口诀是这样的 首先是 三我 二二 还记得吧 也就是一般的行为 对单位是三千到五万 对个人是 二二是两千到两万 能记了吧 未便须隐故香是 无事三我 无事三我是什么 对单位 五千到十万 对个人 三千到五万 无事三我 然后受益指使强令是 哭了 哭了是 这个 因为他谈到对单位 就领导人 受益指使强令 他就对这名 干坏事的领导人 五千到五万 然后打击报复呢 是不存在 罚款额度 所以这样小口诀 我们是不是就是 可以把我们 这几个违法行为的 罚款额度都记住了 删我 呃呃 无事删我 五五 结束了 好 这就是法律责任 这个单元 认识一下 有哪些违法行为 然后顺便把责任 从进入期 到我们的行政罚款额度 把握好 好 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四个部分 也就是第六个单元 会计职业道德 那这个单元 仍然内容比较简单 我就不给大家列框架 进行回顾了 首先来看的是 咱们会计职业道德 和会计法律制度 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偶尔在这里 可以出现判断题 或者是多项选择题 先看区别 第一个性质不同 咱们道德的东西 主要是靠自律 法律呢 有国家强制性的 它是他律的 就像海事山盟和结婚 这两件事情一样 海事山盟要不要遵守 主要靠自律吧 但是结婚了 登记了 这个事情 咱们婚姻法也好 咱们民法典也好 国家强制力保护的 好 接下去 作用范围不同 这个道德的东西 它会调整内在的精神世界 但是法律这个东西 主要还是对外在行为 结果的合法化 所以道德主观性强一些 法律它客观性强一些 好 那紧接着 表现形式不一样 如果道德 有一些是没有成文的 但是法律 咱们国家主要还是一些 成文的规范 好 再紧接着 保障机制不同 海事山盟不遵守 恐怕主要是被口水淹没了 对吧 只要是舆论来评价的 但是如果登记了 再有什么事情 那恐怕国家强制力来保障 所以保障机制不一样 紧接着 评价标准不同啊 一个是用道德规范去评价 一个是用法律规范去评价 当然是不同的 但是道德和法律的关系 我们前面给大家画过图 道德是大圈圈 法律是其中的一个小圈 比较大的一个圈 所以这里头 咱们道德和法律 在内容上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吸收的 你看有重合的面积 然后我们会有补充和协调的作用 你看没有先有海事山盟 然后再登记结婚 互相补充不挺好的 然后紧接着 道德是对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 法律制服规范不到的地方 有道德存在 可能世界更美好 但法律呢 是最低的要求 起码要遵守法律 然后表现的更好 道德上更高一点点会更好 这是联系 好 出国判断题 说职业道德是会计 法律制度的最低要求 说反了吧 小圈是最低要求 道德是大圈 所以这个地方要打岔 好 再来 看会计职业道德有哪些 会计法律制度我们学完了 职业道德 首先有八个词 爱搞敬业 不用我解释什么意思了吧 自个看 诚实守信 那诚实守信当中 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不搞虚假 会比较容易在提干里面出现 您关注一下 然后要连结自律 不解释了 自个看 要客观公正 要坚持准则 坚持准则这一点 我主要谈广义理解 不是说你按照国家企业的会计准则来办事的问题 这个准则是一个广义的理解 法律 法规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都是你应该坚持的准则 提高技能 不断的学习 会计方面的一些知识等等 但是我要学一下 怎么印假钞 怎么伪造票据 行吗 不行哦 技能是合法的技能 正向的技能 参与管理 咱们会计人员参与管理的作用 其实非常大的 你比如说像疫情期间 咱们今年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很多实体电就玩不转了 所以就会有很多电商的发展 那如果我们原来是一个餐馆 疫情期间不行了 那会计人员一看这个有问题 提建议 说要不我们把后厨的菜 拿出来就是做配送送到家卖菜 不做熟的蔬菜卖出去 或者说我们外卖业务更加的这个发展 这些都是会计人员参与管理的一个体现 然后要强化服务 不解释了 那么会计职业道德这里 这八个词要去熟悉 可以出这样的题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职业道德内容的有 要爱港经验 要客观公正 要强化服务 要参与管理 ABCB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摆出来 要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做老实人 问你 它属于会计职业道德当中 哪一方面的内容 如果你遇到这种题 首先这种题很土 但是如果你遇到的话 你用排除法解题 这种题很容易发生争议的 不要正向去想 排除法解题 好 不说了 咱们第二章会计法律制度 我就给大家谈到这个地方 那第二章我们讲过什么 框架要低流起来 我一直给大家强调 首先是会计人 那我们从国家的会计工作管理体制 到单位的会计机构的设置 到我们会计岗位的设置 到某个岗位上会计人员的任职 进一步提升 旧的人员走了 新的人员如何交接 第一单元 然后我们谈会计室 会计室讲了三件会计室 首先是这个会计核算 什么是会计核算 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 具体要求 然后我们谈会计档案保管 什么是会计档案 会计档案从它归档到销毁 整个过程 以及会计档案在单位间流动的要求 我们还谈这个会计监督 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会计工作的政府监督 会计工作的社会监督 要会区分 会计室吧 最后我们还谈到了会计责任和会计的职业道德 内容比较简单 但是的确这个点是存在的 所以整个第二部分 我们边低溜着框架边往前走 应该来讲整个内容还是比较紧凑的 好 那最后我再强调一下 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谈到过的 第一章就给大家谈到过 第二章这里你就已经能感觉到了 我的课并没有按照怎么教材的顺序来讲的 我为了让整章看起来标准 会计人会计室责任和道德 其实我们讲义是打破了顺序的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您不要拿着教材来听我的课 你会觉得说 这东话一下西话一下乱死了 要么拿清一听课 要么打印讲一听课 听完了把自己变成高级阶段了 你愿意再看一遍教材再去看 实际上不看也不妨碍你过关 边看教材边听课是最恼火的 好 那请大家理解 不是故意不让不按教材的顺序来讲 主要是非税法部分 我们要让它显得更有整体感 更有框架感 而税法部分呢 我们是要一开始就给大家建立这种 做题的逻辑和做题的思路来的 这个一定一定 咱们把这个听课的要注意事项 关注到 好 那这一讲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